讲到这个素食 我们社会上的朋友之间 很多人都在吃素 可是吃素呢 好像有很多种 有的人说什么吃早上的 就吃早灾 有的人呢 说什么一个月吃几天的 六灾日 甚至有的人说 不必那么麻烦 我吃肉鞭菜 或者是叫做三斤肉 有各种吃素的方法 请示大师 这个吃素呢 要怎么吃才算清净呢 吃 吃素 素是浑色 不是重要 吃我们的心 这个心理的分辨很重要 有的人吃早灾 这个讲起来 也不究竟 而早上吃了早灾 中午了 晚上了 就可以浑色 这个早上 本来就是比较吃素的多嘛 不能早上一起来就大雨大漏啊 不过早上吃早灾 比较是你早上可以吃早灾 那同样的 那例子来说 早上也可以偷东西了 偷了你东西了 早上也可以做其他很多不好的事情了 因为早上肿在晚上 因为早上肿在晚上 时间不同啊 其实时间是没有封闭的 早上肿在晚上都是一样 不过 你有这么一点善心 而懂得我早上要吃一顿宿舍 而是一种慈悲性的养成了 所以六载日 就一个月六天来吃载 这个也很难得了 所以我虽然不能说全载啊 我吃六天也很好啊 有的人吃神经肉 不是特地为我杀生的 我们又进了那里山 也不是为我杀的 说言不尽为尽 这叫神经肉啊 他吃得也很安心 我自己个人 从小就是舒适的 我记不记不起来 浑色是什么味道 常常有信徒要请我吃饭 就跟我说 哎呀你来吃饭啊 我特地啊 这个把家族的骨啊 温啊 不吸啊 酸啊 很干净啊 你放心 我整理游行要去吃 我都跟他讲 没有关系 你不要写 不要算 你煮过热的骨 你就煮一碗菜给我吃 我是吃的菜啊 不是吃的你的骨啊 像我这样一生 与浑色 没有接触的人 当然现在的面包啦 什么这个塑料啦 有的都有混型的味道 我一吃就感觉出来 但是为了这个大家都在吃 我不好说啊 明明一块那个树文 就吃到最多 那个明明是鱼的味道嘛 好醒啊 也值得周期迷茫的 咔 把他腾下去 明得很难看啦 有一次我和一位老法师 因一个小小的校长 说请我们吃水饺 那个小小在郊区 礼拜天 假期嘛 他就下水饺给我们吃 水饺上桌啊 他假的也没有人 就是个校长一个人 一块一碟了 我们就吃了一个水饺 哎呦 鸡蛋韭菜饱的水饺嘛 我看看那个老法师 他一定不懂神社 他也吃第二个 我当然也不懂神社 也吃第二个 那么这一大盘呢 我们统统都吃完了 那个校长说 哎 还有还有 我再去住 他去住了 这个南京法师 那个老法师就跟我讲 他说好像鸡蛋 韭菜饱的水饺 我就说鸡蛋 韭菜饱的水饺 他说哦 那我不吃了 他就放下筷子 我记得我说我也不吃了 吃饱了 当然就不吃了 我们觉得吃素啊 不是吃的古怪 它也有人情啊 你说你不吃 到下午了 你要叫那个校长到外面 这局从没什么来给我们吃吗 哎 说了 我们没有感觉到 我们说普箭呀 所以可以混了 没有这个感觉 有一次 代表中国副教会呀 到日本去访问 这个日本安徽给我们 第一位上来的面呢 哎呀 欣慰难闻 好难吃的 它是小鱼熬的糖啊 煮的面 可是这个安徽是很多人啊 也是只有人的 避住气 就把它吃下去了 我要叫他们没有开婚呢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我们大家 这个福教不忌讳你吃什么 就是吃素的福教徒们 对的 只是一个心 吃的意思 吃的心 你不要吃了古怪也好啊 一个土匪 把这个寺庙的人都集中 哦 跟这个大户 主持大户上讲 你们都是纸笔啊 你们都宿舍啊 这里有一碗肉 你把这一碗肉吃下去 我就饶你们的命了 就不散你们了 你如果这一碗肉不吃 你们每一个人 我都通通三了双双双双 这个主持大户上啊 毫不犹豫 即刻拿起来那一碗肉啊 把它吃下去 我觉得 那一碗素质 不是肉 那个是慈悲 那个是一个真心 那是很伟大的精神 刚才大师讲的这些话 各位听来可能觉得很方便 很慈悲 可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在佛光山里面 是严格严格的禁止 凡是塑料 像那个树丸啊 树鸡啊 什么树虾啊 有荤的味道 有荤的样子的 他绝对不准进门 严格的大师下令 有一次过年 我们上千的徒弟 跟师父一起要吃饭 师父一进灾堂 才进去 回头就走了 那问他说 师父你为什么走了 他说你们那个里头 什么味道啊 后来他们知道 是一个树丸 有模仿那个荤的味道 那典座厨房的人很惶恐 他说这个是因为 信徒送来供养的 我们不能不用 但是师父就说 我的规矩讲过了 你这样煮 我不吃 这是佛光山 是一个树丸座厨房的人很惶恐 好